那我们看第12题 这一个是Pyramid 它的base是QTS 所以这一题呢 是属于那个3D的题目 4.9 然后它是3D的题目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告诉我QT是60 TS是80 然后那个QS是100 所以这个是直角啊 就发生了 然后P是90米 above T 所以这一边是90 然后 A group of workers have to paint the inquire wall PQS 所以它现在要图颜色PQS Find the site of the PS跟PQ PS还有PQ 好 在这一边呢 它这两个都是直角三角形的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直接用Pytogress theorem了 PS so 呃 PS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呢 Square root of 80 square 然后再加90 square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是Square root 80 square 加50 square 拿到的是 这样 Square root 145 然后把它变成小数的话是这个 120点多 OK OK 好 呃 100.4 然后接着呢 我要的是PQ PQ的话 也是用Pytogress theorem的 所以我的Square root 90 square 60 square 60 square 60 square 加90 square 所以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85 我改成60 然后是30 square Square root 13 OK 然后它也是这个08.17 OK 所以它是108.17米 OK 好 然后接着 在这一边等下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10 square root 145 这个是30 square root 145 好 然后 呃 它就可以找它的area了 它的area的话非常简单 直接用Hero method就可以找它area了 so 可是它要我们找PQ P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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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它这个PSQ呢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OK 它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PSQ 然后 它要的是这个角度 OK so 这一题应该是属于 旧的 那一个题目 因为新的题目 我们其实是不用找这个角度出来 OK 因为 它要找的是它的area嘛 其实最后是要找area 可是它这边又讲Hero method 这样 我可以拿来对答案 不用解 我先找 这一个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30 square root 13的square 等于100的square加10 square root 145的square 然后再减2 然后10 square root 145 然后100 然后cost data 这个我给这个data了 OK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继续把它做完下去 OK 所以我的这一个cost data呢 就会是等于这两个加上来 然后再剪掉这一个 然后再剪掉这一个 然后再除这一个 好 有一些老师可以浪漫的学生 有一些老师或学生 他可以直接拿到下面的这一个equation 但是我是教我的学生 先写一个 那个 什么 就是这样 a square加 c square等于a square加b square 减2ab cos c 这样 好 可是有一些老师 他可以教他的学生 讲data cos theta等于 什么a square加b square 减c square除以2ab 这样 OK 但是我习惯是写了 把这个在板的位置 这样 来做啦 OK 好 来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留100 square 加这个sert square root 145 OK 有一些 然后其实这一个我们可以用 小数点 但是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 这种square root 这样的方式 因为这样会比较准确 OK OK 可是我的答案应该会跟schema的答案不一样吗 10 sert sert 145 然后再乘100 好 所以我拿到是这个 这个 等于0.5315 所以我的tata会是等于up cost 0.5315 所以我在这一边up cost answer 我拿到的是57.89度 所以这个是57.89度 好 好 然后c的部分 还要我们找 用Helon Method 来找他的 那个 area OK Helon Method 来找他 area 所以我的 这一个s呢 其实叫做 semi-perimeter 好 所以semi-perimeter呢 就是这个100加10square root15 全部一起除那个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个是100加10square root15 然后再加30square root13除2 所以我拿到的是164 所以他这一个等于164.29 所以我的area呢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164.29 164.29-18 然后164.29-10 square root145 然后还有 这一边继续下去 OK OK 这个是11个部分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 那个 164.29-30 square root13 然后整个东西 square root OK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就等于我就有square root answer 12 刮断 пиш 12 wast quare root 12 15 柬 cuad ück 340-30 square root 13 再关掉跨幅 所以拿到的是5100 哇好漂亮的号码5100 5100 如果我用这一个 120 AB sinc 的话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刚刚的那个角度 我已经找到的是 这一个57.89 sine 57.89 然后前面这一边是112 AB sinc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112 然后乘100 乘square root 145 10 square root 145 sinec 5099.79 其实 其实用112 AB sinc 还没有这样准 但是很接近了 所以这个我check 112 AB sinc 这个东西 好 所以我拿到的是5100 哇哇 哦 漂亮吗 真的好吗 然后接着 最后的这个部分 d 还有我们scatch pqs pqps pqs s so pqps so pq 保留 保留 ps保留 保留 然后还有psq psq psq也保留 所以我这个sq sq p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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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他这一个是属于 刚刚找到的是57点多度 所以你就想一下你原本这边有100 然后过后你这一边有120 然后过后呢 他这一个是这样 这一个是 就是PEQS 然后刚刚这一个是 过57点多 然后他现在是要你保留这一条这一条跟这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做的事情是这样 你的圆轨参在这一边 然后开到这一边 这样 所以他的这一个呢 这会是你的Q块吗 OK 所以他这一个就是他的Q块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算了我直接放在这一边 这一个 就是这样 OK好 所以在这一边他要我们找PQS PQS的那一个角度 所以要找PQS的角度的时候呢 我们先找这一个角度 所以对面除对面等于对面除对面 OK 所以我刚刚这一个我找到的是 那个 57.89 这一边是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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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个呢 我就 我给他开 我给他开alpha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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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are root 13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可以拿到我的alpha 会是等于那个 up sign up sign 里面是 sine 57.89 除 30 square root 13 然后再 乘 10 square root 14 5 所以拿到的是 70.55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 等腰对等脚 so这一个也是alpha 所以这一个角度 叫p'q's' 就会是180度 减掉70.55 所以我拿到 这是180 减 answer 所以是109.45 109.45 好